好 欢迎回大家回到我们ECshop的这个二次开发课程 那这一节课我给大家讲讲我们这一个后台的一个分页的一个原理 其实后台分页原理的已经非常简单 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讲增加搜索字段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大致的搜索的一个了解 好 然后呢 我们先到我们的后台打开一下 然后再打开我们的DW 好 进入后台 对不对 商品搜索 我们呢 用商品列表这一个作为例子 作为例子来做我们的这一个分页的一个原理讲解 分页的一个原理讲解 好 这个打开 然后再打开我们的这一个goose list 对吧 goose list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商品列表 商品列表 这边我们输出一把s 三个s刷新 好 说明我们这一个模板是找对的 模板是找对的 我们打开调试工具f12 然后再按一下刷新 点到我们的network里面 那么我们这边看到会有什么东西 有一个doc 然后呢 我们点击下一页 点击下一页 然后查看我们的这一个xs 就是我们的艾扎克斯 hsx ajax去获取数据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去获取数据的话 会有一个response 对吧 然后我们再点击下一页 下一页已经有了 那么点击上一页 好 它上一页也会有一个返回值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返回值呢 给copy一下 哎 我们用这种方式吧 它是用post的 所以我们这样子是没有任何数据的 好 我们摆渡一下在这一个json格式化 json在线解析 我们用这个来做一个解析 好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json返回 回来的话 会有这么一大串的 会有这么大串的一个table 一个table 它这个解析 解析的不是很好看的样子 不是很好看的样子 好 没关系 那我们知道它返回的话 就是一个 返回一个列表给我们 那大家看到 假设说我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编号这个地方呢 改成ss 改成ss 如果说我点击下一页的时候呢 看到没有 这边变成编号了 变成编号了 说明我们整个 这一个table都是被替换掉的 都是被替换掉的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们这样子是一个 怎样子的一个实现原理 一个怎样子的实现原理 我们鼠标一到这边 查看它这一个 有一个get go to page next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只要搜索到这个行数 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 它呢 是封装到我们的一个list table里面 对不对 我们的后台list table 是放到哪里 放到我们admin下面的js 下面会有个list table 这个是我们easyshow封装好的 这一个就是这个列表 然后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go to page next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代码 它说list file page小于我们的 总 这一个叫做总页数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我们这个东西呢 是在我们goose list的模板当中 复制的 这边有list table的所有信息 就比如说有100条100条数据 对不对 然后有多少分页 好 list table page content 所以在这边的话 就是可以获取 复制的 在这边复制 对不对 然后在这边去获取 好 获取到了之后 如果说它小于总分页 那我们就执行list 的table go to page 对不对 go to page 然后就是当前的一个页面 加1 然后呢 我们再查看一下go to page 这一个概念 go to page 我们可以 举一仿三 举一仿三 用了一个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我们go to page 定义到哪里去了呢 查找一下全部 list go to page 我这个list go to page 反而不知道被它定义到哪里去啊 但是肯定是在这一个页面当中的啊 我们直接搜一下啊 在这边啊 在这边我们翻页的行数呢 就是这样子来写的啊 里面传递一个分页进去 然后这边会做一些分页的计算 这边计算完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list load list 好 那我们要注意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 load list 加载我们这个页面 看到没有 我们是使用阿杰克斯点call 来执行我们的这一个 获取数据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那阿杰克斯点call的话 我之前有讲过那一个 一节课 有讲 专门讲我们这个东西的啊 然后呢 它会用这一个 list callback list callback 这一个行数呢 去解析我们的这一个数据 解析我们这个数据啊 然后它这边就会一直解析 对吧 然后 它会返回一个list 点content list.content 好 那我们直接把这一个输出 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在控制台输出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 刷新一下 再刷新一下 我们下面这个东西不要了啊 清空一下 清空不了吗 这是 然后呢 我们点击下一页啊 点击下一页 看到没有 点击下一页的时候 我们控制台的话 就把我们这一个东西给输出出来了啊 这个的话就是已经返回我们的这一个整个页面的整个页面的这一部分的所有信息啊 这一部分的所有信息 后期的话我会跟大家说一个后台列表啊 如何来实现如何来实现如何来实现啊 就是用我们的这一个现在的现有的方式做一个列表 然后可以分页我们可以自己让它分页对吧 就是调用我们呃 这一个 上一页下一页对不对 上一页下一页 然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include page include page 然后呢 我们打开 打开这个page.htm 大家看到这边的话 有这么多 go to 什么东西的 我们直接复制一个 直接做一个有用的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两页 对不对 直接输出一个2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第一页对不对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好 立马就到第二页了 立马就到第二页了 我们看到很多分页的话 是可以 在上一页下一页中间的话 会有1234这样子东西的出现 那我们呢 也可以用这种go to page的方式 go to page的方式来做一个 做一个我们分页的这样子的一个获取 分页的一个获取 怎么来做呢 我们就在这边来for each一下啊 好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也放到这边来哈 这个是原样输出的一个意思 原样输出的一个意思啊 好 好 这边有总的分页数在这边哈 总的分页数 然后当前的这一个页面也是在这 好 当前的页面在这 那我们只需要干嘛呢 smarty的用for each来做哈 for each如果说不熟悉的话 我们可以参考嘛 对不对 这边直接就有一个for each的这样子的东西 烤过来用 烤过来用 for each可能不行 我需要用for来做哈 我们看一下后台有没有for操作 adme对吧 我们找到啊 这个是language的adme 我们直接adme就可以了 查找一下 不能for是吧 不好意思啊 我看一下 因为这个smarty是我们 EC说我封装的 所以说跟我们原装的smarty 还不一定是一样的哈 还不一定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这样子行不行 我们来试一下啊 不行啊 不行啊 不行 那么我是想给大家做一下 这一个 呃就是for each 用我们的这一个for each来做啊 如果说这边不行的话 我们怎么来做呢 我们可以在php里面去做嘛 好 可以在php里面去做 然后这边叫做page page4吧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到我们的goose啊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一个goose goose goose 好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做啊 在这个地方来做 前台呢 刚才叫做page4对不对 一开始我们到了page pa g4呢 等于空 然后 for一个到了i呢 会等于什么东西 好 好 我们就直接到了i等于当前页面 然后到了i 小1 当前页面加5 然后到了i 加加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把到了i输进来啊 到了i输进来啊 到了i 好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到了i小1我们的总分叶数啊 小1等于我们的总分叶我们就这样子 因为如果说你大1的话就 会分叶超出啊 会分叶超出 那我们现在来刷新一下 好 这边就有一个1一个2对不对 我们点击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一页 好 说明我们是成功的 是成功的 那么 为什么我们这一个 就是 点击分页 好 点击我们分页之后呢 反而我们阿甲克斯去获取的时候 我们的分页数量反而不见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在配置这一边呢 加一个SS 我们看一下SS 现在是出现的啊 现在是出现的 如果说我们点击下一页SS还是出现啊 当时我们的这一个 呃 page4反而不见了 page4反而不见了 那我们呢 需要在哪里去做一下操作 page4 page4反而在其他地方 在下一页的时候没有出来的吧 嗯 嗯 没出来的话没关系哈 那这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留到我们这一个后面的课程 好 留到我们这一边 来讲 后台列表的时候 来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这一个for 就是这样子的分页 如何来实现啊 实现我们上一页下一页中间有数字标识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就先讲到这一边哈 大家去理解一下 那至少的话大家就学到一个我们的这一个go to 学到一个什么go to page 对吧 学到一个go to page 这样子下次有什么需求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go to page的理念哈 来做一个分页 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